有 有 有 一 GO 一 有 有 動漫追追 Michael 到底是什麼樣的魅力 可以讓所有的動漫迷都齊居一堂呢 現在就跟著我們一起追進去就知道了 GO 你知道鋼彈模型發售至今 已經超過三十年了嗎 想要了解鋼彈系列 為什麼能夠擁有光明全球的魅力 那麼你千萬不難測過 今天放大鏡的精采內容 歡迎收看動漫最前線 我是Michael 我是Kiki 今天是8月18號 2013漫畫博覽會 再兩天就要結束了 時間真的過太快了啦 要結束了 這樣子我日曆還有365天之後 才能夠遇到這麼好玩的活動了 365天還真的是很有創意 真的很快耶 不過呢 與其說萬奇不如好好的把握現在 因為最後兩天還是有很多好玩的活動 像是Pitch P老師還有大高人老師 都會登台舉辦簽名會 那除此之外 還有刀劍神域片頭曲的歌手 藍錦艾錄也會有精采的表演 而且我非常期待最後一天的卡拉糾泰活動 因為參賽者就會用Cosplay的裝扮 來演唱這些動漫歌曲 太精采了 妳說卡拉糾泰是不是 我覺得我應該也要去報名一下 你 畢竟妳看啊 我這出眾的外表還有Cosplay的聲音 再加上一個Cosplay的裝備 哇哩哩哩哩 我在現場一定會迷死很多人 當一個獸女殺手也是不錯的 對…殺手嘛 對… 沒有人要留在現場是不是 真的 我覺得應該是我 因為我是宅男小仙女 你看我這麼可愛的外表 還有這麼好聽的聲音 所以我唱歌之後呢 大概會語音繞兩個三日不絕月吧 語音繞了三月是不是 對… 所以那三天都會有鬼孤狼 好可怕喔 鬼月都到了 妳這樣人家還要花心去休息 你才沒禮貌耶 我們還是趕快進入今天第一個單元好了 動漫新聞台 請看 首先要介紹的是 新世紀福音戰士 定真寺育成計劃 第十四集 在公子朋友的配合之下 定真寺 明日香還有公子 他們三個人一起到咖啡廳去幫忙喔 結果公子啊 他好像完全派不上用場耶 而且定真寺還有明日香他們負責點餐啊 狀況連連搞的人養馬飯 看進去啦 整個想像力天馬行空的學員福音戰士 第十四集熱鬧登場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古書堂事件首帖第二集 李浦大夫他在一間 父母起演的舊書店 文獻里亞古書堂工作 有一次喔 有一名常客啊 就委託了他一個很奇怪的任務耶 什麼 他說喔 如果有人拿著他被偷的舊書 十歲聖安圖來賣的話 一定要通知他喔 那麼勘子啊 他知道這件事情之後 他就說 還要跟大夫一起來調查這本書的下落 舊書跟秘密的故事 將會有什麼樣的展開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最後流亡銀翼少女伐母第二集 杜蘭王國的公主米莉亞 她不願意跟亞迪斯聯邦合作喔 而且啊 她曾經發誓說 她要復興杜蘭王國 但是又不知道怎麼辦 結果這個時候呢 空族成員伐母還有吉塞爾 就要來幫忙啦 可是他們為了要獲得新的戰力 所以要去尋找獵物喔 這個獵物竟然就是神秘戰艦蘇比沃斯 可是呢卻遭到了出乎意料的攻擊耶 在面對亞迪斯聯邦的強力追擊 這些少女們的命運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無頭騎士一文錄醉歌篇第三集 秘稱醉歌的迷樣人物 她在聊天室留下了愛的詭異告白 結果在同時間喔 就發生了超過五十起的隨機適當傷害事件耶 所以也造成了池袋地區 發生了史上最大的凶殘危機 原來醉歌的目標呢 是平和島競雄喔 所以競雄一直到喔 他就趕快趕往南池袋公園 醉歌篇即將迎向最高的高潮 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冰果第三集 風太郎總算逼近四十五年前 這件事情的核心喔 可是他們一行人 好像從某個關鍵人物的口中 聽到事情的經過耶 而且古籍研究社他們接收到了 初代社長觀古存所留下來的訊息 由愛流所引發的冰果事件 即將走上完結 最後要介紹的是 林芝池第六集 動影話台日同步播出 掀起了一陣農村熱潮的 營芝池 為了慶祝 它在日本的發行量超過了一千萬冊 所以出版社就要在台灣 舉行隆重特點了 那就是精美的限定版 搞笑喔 多采多自的農村生活 第六集登場囉 以上就是這禮拜的漫畫發行資訊 說到營芝池 看完之後 你真的會特別珍惜食物 特別孝順奶奶呢 孝順奶奶 你要說吃東西的部分了是不是 就是啊 你再吃下去 我哪有喔 好 我看 變態 我這麼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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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嗎 我省吃檢用 還有所有的時間 都是拿來看動畫 而且要收集更多動漫薪資 要來給所有獻民喔 是嗎 你不相信是不是 那我再跟你講一件事情 就是這一次的Top大消息 要告訴大家的是 上個禮拜我們不是預告過嗎 我們人未知道 那天所看見的花明 這禮拜動畫大首播了 是的 而且八月三十一號呢 劇場版也要在日本播出囉 那日本啊 為了要防這些劇場版機器 所以呢 現在啊 重播了我們人未知道 那天所看見的 花明的電視動畫 為的啊 就是要讓這些獻民們 會受到芽芽的蒙力召集 能夠去到電影院去看劇場版啦 你說的芽芽 你知道她的最新造型 就是兩根辮子 辮子耶 好啦 你只注意這個是不是 真的是蘿莉控耶 我就是蘿莉控啊 好啦 所有獻民啊 我們現在趕快一起使出正念大法 趕快祈禱一下芽芽 還有超和平巴斯塔 可以來到台灣 沒錯 那除了這樣子以外呢 我們這邊啊 還有熱騰騰的當地動畫消息 要分享給各位喔 趕快來看看吧 首先介紹的是 頭文字D Fifth Stage TVD第五集 兩屆的FC 與北條領的R32 在山路上纏動著 兩輛車一前一後 相繼出發 籠罩著詭異的光芒 曾經走成在梁戒與嶺中間的女子 湘芝 她自殺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在鄉鎮的山路 進行纏鬥不休的下坡賽 高速追逐的梁戒與嶺 要為過去的恩怨做個了斷 接下來介紹的是 《魔戒王子憲政》播映中 日本於7月7日開始播出的《魔戒王子》 本季也在台灣同步上映囉 作品中的《魔戒大公爵》 但他連狂妄地出現在正位學費苦惱的 名門貴族威廉的面前 擁有優秀的腦袋 並講求科學的威廉 二話不說當然報警抓他 然而《惡魔雞二連三》的出現 讓威廉一片光明的前途徹底變掉 最後要介紹的是 人氣作品《機器人筆記》 8月18號全台首播 總指導中央高少的機器人研究部 正面臨肺腹危機 而僅有的兩名部員之一的巴西海翔 就算面臨這樣的狀況 依舊熱衷於機器人格鬥遊戲 而令你少跟金的部長 賴乃公秋歲 為了避免被肺腹 正在以完成巨型機器人為目標奮鬥者 這樣的組合 到底能不能完成 夢想中的巨大機器人呢 服務線 天真的很適合製作超大型的機器人 妳哪來的想法 剛剛看完的動畫之後 你不覺得會燃燒一種熱情 很想要製作機器人嗎 真的 不過妳會嗎 主主鋼彈模型應該也是OK 而且剛剛機器人筆記裡面的主角 巴西海翔 他在玩那個機器人格鬥遊戲 居然也帶出了許多不為人知的秘密 然後這些秘密也跟秋歲她在看的機器人動畫有關 聽起來 是 這部作品就是看到後面會越來越精彩 是 秋歲的姐姐也不知道為什麼消失了 然後世界也要面臨巨大的危機了 不過我期待的是另外一個地方 哪一個 就是曾經在前作《命運時之門》 這一次在機器人筆記鬥出現的迷之人物 對 不知道這次會給秋歲帶來什麼樣的協助 你知道那天阿海跟我說 不要再講了啦 這講下去要破梗了 不說不說不說 不過大家就要好好期待 8月18號全台首播的動畫牆片 機器人筆記 是的 接下來記錄本週的動漫報表 動漫報表 第一棒 第一棒就是金爆維京系列十五週年了 它的經驗活動九月就要展開囉 由賀東仇二援助四季童子插畫的人 替青小說金爆維基 官方有特別透露 這次十五週年 它有舉行一連串的紀念活動 像是有包括收錄前集的動畫作品 還有舉辦原畫展集相關的一些展出 沒錯 雖然這部作品是跟軍事 還有科幻風格有關 是的 可是它裡面也會穿插一些 淡淡粉紅色戀愛氛圍的劇情 好想知道接下來的走向了 不過戀愛氛圍為什麼是粉紅色 那你覺得什麼顏色呢 好 這不重要 接下來透漫報表 您要問 透漫報表第二棒 第二棒就是明年春季即將推出的 OBA作品 激動戰士剛在UCE的最終章 紅之比方 它已經確定長度即將增長為 標準電影的九十分鐘 哇塞 這根本就是製作出的大放送嘛 而且裡面還會有大家很期待的內容 像是第六集裡面 有出現一個紅色機題 它在最後一集裡 到底會不會大出風頭呢 好期待喔 這就是以上的動漫報表了 接下來請看一下 本週有哪些藝文資訊了 請看 一年一度的漫畫博覽會活動搶打 下週一將有甜美少女漫畫作者 爽酷甜心Teach Pete老師 以及熱血大作Marki 魔奇少年大高人老師登台 想要甜甜老師們 對於後續劇情的討論嗎 想要一堵作者們的風采嗎 獻民們 趕快到2013漫畫博覽會就對了 2013夏日動漫音畫季只剩最後兩天了 呼聲最高的銀魂劇場版文 玩截篇永遠的萬事屋 將作為這次的閉幕片耶 想必一定是這次夏日動漫音畫季 最煽爛的煙火呢 另外還有搞笑電波SFC 荒川爆笑團真人電影版 以及閃電十一人GO VS指向戰機W等等 絕對讓獻民們有一個充實的暑假 活動時間就在8月1號到8月20 活動地點就在台北長春國濱影城 以及台南國濱影城 有 這麼多精采的活動都要進入尾聲了 縣民們趕快集中火力全力衝刺 等一下 你不要跑過頭 你有沒有看到 那邊有很多穿著華麗的COSER 我最喜歡這些美女COSER了你看 等一下 什麼美女COSER 你不能只看她們的外表 她們是用她們的生命 她們的靈魂來詮釋這個角色的 你要看到內在才可以 有 我都有看到 是 我跟你說 接下來的動漫追追追 要帶大家去的 就是年度同仁圈的動漫盛世 第二十二屆的開拓動漫機 所以大家是迎婆婆不期待了 馬上進入下一個單元 動漫追追追